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分別發表了一篇聲明 以及在Twitter上連續多條的帖文 都談及到關於香港的問題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示對於我們的支持 多謝大家 蓬佩奧首先在一篇聲明中說到 說美方的制裁行動是發放了清晰的訊號 香港當局的行動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而且是違反了中國對香港 實施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他還說到美國將會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在Twitter上他又怎樣說呢 他就說全世界都看到中共 如何收緊對人民的控制 包括拘捕香港的民主派抗爭者 以及在新疆打壓穆斯林的少數群體 他還警告 說制裁行動不是一次性就算數 即是等同預告 美方的制裁行動將會陸續有來 這裏就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就是制裁人數方面可能會增加 因為他講明不是一次性 即是上一趟所公佈的11人名單 並非是終極的名單 可能會陸續加一些人上去 第二方面就是 可能美方制裁的選項將會用得更進和更辣 因為目前美方所採取的所謂制裁措施 其實還有一些選項是未用到的 是避而不用的 比如說香港自治法第七條就寫明了 若然海外的金融機構 繼續是和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是有重大的業務往來 有significant transactions的話 那些金融機構就要面臨著 一個二次制裁 一個延伸的制裁 其實這個後續的部份 影響力是更加之大 所以我們在前日的節目當中也有分析過 究竟美國政府制裁的目標 純粹是那11個人本身那麼簡單 還是藉著那11個人作為引指 真正的目標 其實就是那些金融機構 好了我們又看看香港金管局 到底他們那篇通告是怎樣回應 金管局就說 注意到最近有中國和香港人士 是受到外國政府的制裁 由於以往未有發生過同樣的情況 所以致涵給認可機構說明金管局的相關要求 確保認可機構 對於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的金融制裁措施 以及對於不具法律效力的外國政府單方面制裁舉動 是有所區分 認可機構應該小心評估所涉及的各種風險 並且需要致力公平對待客戶 最後一段就重要了 金管局就說 外國政府實施的單方面制裁舉動 在香港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因此根據香港法例 此舉並不向認可機構產生法律責任 金管局法這篇通告其實不夠明確 究竟他們對於那些認可機構有什麼明確的建議 究竟那些認可機構是否需要遵從美國所實施的所謂單方面制裁 其實金管局也是很模糊的 他只是叫那些認可機構的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 要注意考慮公平對待客戶的原則 那是怎樣呢 那是否要繼續向這些人提供服務呢 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引出來的 當然啦 如果那些銀行有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其實金管局也不會代為負責 所以金管局在他那篇通告當中也說明了 說叫那些機構要充分評估所涉及的法律、業務和商業風險 我認為可以看著特朗普上個星期說的什麼 把兩件事合併一起看 到底美國真正的目標是什麼 好了 我們又可以看看上個星期特朗普怎麼說 他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說到 說美國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 就將會令到美國得益 因為美國之前給了香港太多太多的好處 香港就是搶走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納斯達克和其他交易所的大量生意 他還說香港交易所之前做得好是應份的 是容易的 但是隨著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美國將會收回之前給香港的所有東西 香港將會是一個成功的交易所 交易所和商界都會呼脅和失敗 美國將會賺很多很多的錢 大家都可以從他的子女行間聽得出 他有一個強烈的企圖來劍指香港的金融業界 好了 來到他今時今日 他現在就說制裁11個人 但是這11個人本身在商業價值來說不大 但是在香港自治法裏面就有一件事 叫做疑似制裁是針對金融機構的 我們又看看金管局那份通告了 實情他的行民是非常政治正確的 的而且確那些金融機構 若然真的不遵從美國的指示的話 根本上他在香港是不會構成任何的法律責任 也都是不需要附上任何的法律後果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這樣會否影響了他們在美國的業務 又或者會否招致到美國實施的二次制裁呢 這樣就真的很難說 是不是 這樣就變成膽怯膽而已 因為到底什麼叫做 sillificant transactions 什麼叫做重大的業務往來 根本上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的 所以這條線就掌握了在美方的手上了 好了 我的看法就是怎樣 若然香港的金融機構 選擇繼續跟那些被制裁人士 是有所謂重大的業務往來的時候 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懷了 因為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特朗普是有意去動香港的金融業界的 但是他出師也要有名才行 不能夠貿貿然去啟動一些 林鄭口中的所謂核子選項 或者是金融戰的 好了 若然你那些金融機構 自投羅網的 去觸犯香港自治法第七條所說的 變相提供了一個藉口給美國啟動二次制裁 所以接下來的星期 就非常值得關注一件事 就是到底本地的金融機構的動向是如何 到底他們將會怎樣抉擇呢 我們真是可以拭目以待 最後就想說一下關於安樂工程的一篇公告 他們就說 經過公司的美國法律顧問協助下 就已經審閱了由美國財政部所發出的相關公告 就說根據現時所得的資料 初步認為 財政部那份公告對於鄭若驊所施加的制裁 就不適用於安樂工程 公司還澄清 說鄭若驊對於公司任何股份 並沒有擁有任何法定 或者是實益擁有權 或者是財務權益 但是根據媒體引述的安樂工程招股書裡面提及到 說潘若驊透過家族信託 持有安樂工程63.48%的股份 而直到他上市當日 根據港交所權益披露顯示 鄭若驊以配偶的身份 被視為與潘若驊共同持有這批股份 當時這個集團走出來澄清 當然他所說的事就是要對他自身的利益有利 沒有理由幫自己賭米 但是究竟他們的澄清 這個說法是否符合得到美國財政部的意願 那就很難說了 因為始終那把尺 就是掌握在美國財政部手上 而且這一趟根本上就是 香港開埠以來史無前例 第一次是會有一些人士 是被美國的財政部制裁的 以往通常都是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就多了 香港真是頭一趟 到底那個影響是有多厲害 暫時都未能反映得到 因為由公佈到現在都只要是頭尾第三天 究竟那個利害之處會去到哪裏 而且美國那把尺是怎樣量度 根本上就是未有人可以完全清楚了解 因為根本上都沒有經驗 香港又不是敘利亞 又不是朝鮮 又不是伊朗 那些被美國制裁慣的國家 當然他們已經有豐富的經驗了 對不對 但是香港真是頭一頭 到底安樂工程 是不是真的不會因為鄭若驊受制裁 而遭到波及呢 在這一刻 誰都很難拿捏得到準確的答案 因為你都不知道 究竟美國財政部是打算做甚麼的 所以很難去斬釘截鐵 得出一個答案出來 就是一定不會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